中坡管理局 行政医中坡管理局 近期中心新村的土地家位 正要在中心路口 是做新的排水处理 跟電信甩甩甩设施 因為到原本的行動手術 所以就整個手帽的意識家位 不過工廠黨委所提出的家位中 只有六種行動手要意識 今天一百八十七十幾個 全部錯掉 都在經典為了反對中坡管理局 就像工廠家位來的手帽 全部感受紅色的地方 表達好處的決心 也不斷向立法委員媽文君頂情歡迎 因此今天 特別找來中坡管理局 進行實體會均 不過在西港地點的行動手 同樣地進行移植 沒有做的地點就原地保留 這個總數在工程上面 有一百九十三顆的樹木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就地保存的 會超過一百顆以上 那其他的就我剛剛說明的 可能會跟工程介面 有一些衝突的部分 我們會去移動它 那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大概是有七十幾顆樹木 可能會被移植 那他們很大的方向是想要 把原貌保存下來的 對 還包括防止馬 如果說未來可能 規劃單位應該朝向這樣子 這一百九十三個行動手 在電影上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歷書 也有不少民眾的回憶 所以在會後後有特性公式 沒有要綽造手錄 不過要移植也有七十多張 對書立法委員媽文君 剛才要求中坡管理局 加強移植的技術 讓這些廟廟都可以診斷 甚至在工程結束之後 還要進行飛跡的動作 補充萬有的方向 我們也要求在未來 他的中國的建築完成意料 他必須要再新植新的樹木 因為其實對中心青春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除了過去的記憶以外 我覺得他未來新的都市景觀 還是應該要這樣 中坡管理局這一部標示 剛才進行飛跡樹木 在幾個多十幾個案中 在美化的部分 也幾個十六千多種樹木 到時候有一個很好的立法景觀 記者王豬如張博多